我有5點為什麼不買Canon EOS R 我朋友問我會不會訂一部Canon EOS R 回來拍攝開箱視機的影片 我不知道他是想看我的開箱視機的影片 還是他覺得我一定會買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首先我不是說Canon EOS R 真的那麼差 只不過我有5點令到我一定不會買 第一點他的拍片能力真的太差了 雖然我不拍4K 因為4K的後期剪片實在太麻煩了 耗時等等都太麻煩了 所以我是沒有4K的要求 你說你沒有4K要求這部遊戲就適合你了 喂大哥他連1080P都只能給我60FIMO 喂大哥怎麼辦 60FES 即是叫我無法做Slow Motion 你叫我用720去拍Slow Motion 不可能的嘛 所以第一點就是 他的拍片能力真的太高 不可以理喻 第二點 他沒有了Joystick 其實Joystick是真的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你要用直到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Touch Mode就會被你的相機帶遮住了 你沒有Touch Mode使用的時候 Joystick是真的非常有用的 Joystick在很多時候都有用的 例如冷 例如你直到的時候被相機帶遮住了 Touch Screen的時候 Joystick是真的非常有用的 第三點也是最多人插他的地方 只有Single Card Not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這個Card Not 但是呢 始終你有的時候 是真的方便很多 令到你整個工作的環境 用的時候 你真的方便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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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點 就是他的Processor 很多Canon的用戶都會明白 其實你高級一點的機器 一定會用Plus的Processor Digit 6 Plus 那些 你看到5D Mark IV都是用Digit 6 Plus的Processor 就明白 就算你是欺騙用戶也好 你這部叫做第一部的 Full 3 Meritless 就算你是欺騙用家也好 叫做Plus的Processor 它們大家的電腦都會比較強 Haz的Processor 就是它一定是高級一點的Processor 快一點的Processor 你大佬你摔了8 你自己就是一個新的 世代的Processor 但真的跟M50那顆一樣 你這部的電腦都很強 最後一點 大家都會明白了 這部機器官方是一部專業機器 但是它給你的東西 很明顯是Basic版 有些人說它是5D Mark IV的MariX版 但是我會跟大家說 它是極其量6D Mark II的MariX版 Processor那邊已經說清楚了 它是用一顆這樣的Processor 第二件事就是它很環保地 用同一顆5D Mark IV的CMOS 去到砌 阿哥 你騙一些用家也好 或者你點也好 你給一些X的CMOS也好一點 喂 你現在那顆東西 弄到那麼慢 連拍速度那麼慢 你這樣砌一部機 說就說是專業機 但是你整份東西出來 我都明白你是一間很環保的公司 你是把東西組裝起來 陷入一部新機 給一些用家 有重新設計過的 但是你裡面的硬件 我們看到的是 你是很環保地把東西 回收回來 然後就隨便弄出來 我明白的 這部EOS R 肯定就不會是你唯一的Fulfumerus機 我就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出一部 RS 或者1R 真的 for Pro user 的Fulfumerus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有 但是呢 這部EOS R 是真的 但是 對於我來說是很不可以的 如果你是單純拍照的話 它是OK的 但是呢 唉 我自己就不行了 好啦這條影片就是這裡了 下次再跟大家說過 See you next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